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攤 那今天影片的內容就是要來聊一下我們的重裝基兵以及晶片 然後像這個內容其實 剛出的時候我有做啦 只是那時候的內容沒有到說很完整 然後又剛好最近有 就是觀眾有在問就是相關的問題嘛 那我就想說就是再重新做一下影片啦 然後也是算是給 無課或微課玩家可以多一點的建議 然後首先就是有部分的新伺服器 他們其實才剛 開放這個所謂的重裝基兵的系統 那目前重裝基兵已經有出了五隻嘛 那好與壞先不論 因為每一隻重裝基兵其實都有他適配的陣容 然後英雄搭配 所以 講真的基兵並沒有好壞啦 就是看你怎麼去做搭配這樣 如果你搭配的好的話這些重裝基兵 其實每一隻都很強 如果你搭配的不好的話就是 就是 你的能力再強也有可能會被打爆啦 被打爆然後 首先啊我們 先來聊我們模組的部分 因為就是有些觀眾有問說 那這個模組要怎麼樣去取的 那基本上 以一般玩家來講你沒有要課很多金的話 我們只能透過就是常常參與活動或者就是日常去刷那個 刷我們的那個荒野行動 然後每天就大概會有兩個箱子 每天大概就是會有兩個箱子 然後透過箱子去開 然後我們一般能取得比較常取得這種重裝晶片箱啊 他能開到機甲模組的機率其實只有0.27%沒有到說很高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的話是我們的中級的這個重裝晶片的寶箱嘛 你就看到他的模組只有3.27%啦 就機率都不高但是 但是有時候有活動也會有這種高級的重裝晶片箱 這個機率就來到了5.91% 那機率就相對比前面兩個箱子還要高的很多 所以這代表什麼就是 基本上你要快速的把自己機兵的模組 把它給湊滿 基本上就只能靠多多參與活動 因為很多活動你只要有去打有去玩 然後只要你們蒙的積分夠高 那通行獎勵都還不錯 然後一次都會給蠻多的 就是所謂的晶片箱 然後晶片箱不只可以讓你得到模組 也可以就是讓你的晶片的那整個系統就是可以變得更好一點啦 所以基本上你想要取得這個模組的話 不想花錢就是多參與活動 然後如果你有打算花錢的話 就是看你有沒有辦法買到這個黃色的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黃色的晶片箱 基本上那個機率我們記錯到我印象中好像 像開到模組的機會好像有15%啦 印象中好像有15% 就機率蠻高的 但是以你沒有要課金的情況來說的話 我們能取得那個寶箱的機會不高 真的不高 然後像這個寶箱還有一些就是所謂的保底機制 就是保證你一定可以取得 比較好的晶片啦 比較好的晶片 那跟模組就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模組沒有所謂的保底啦 然後他偶爾會出一種就是 特定基兵的那種箱子 然後就是開那個箱子的話 就是特定基兵的那個模組 出現機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一樣的那個也是要課金 所以如果你是無為課玩家的話 就是只能靠多參與活動這一點 然後比如說 以多參與活動可能就是近期的個人保衛戰 或者是 就是定期的活動的那個奪寶騎兵 這些活動都有蠻多的箱子 所以就是多參與活動這樣 那在我們聊完就是所謂的 就是 機兵的模組之後之後 我們就是接著帶你們看 所謂的晶片的這個系統 那對於新伺服器的玩家 你們可以比較簡單的理解就是說 晶片其實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啦 就是 撇除掉類別啦 因為現在類別有蠻多的嘛 然後每一種類別的這種 晶片其實他都有他的額外的特殊的能力 就是在最上面這一排 然後 撇除掉這種不同種類的 那個大致上那個晶片是可以分成 三種東西的三種屬性 那首先第一個是所謂的 核心的晶片 那這個核心的晶片就是擺在最中間的這個 我直接開那個編輯模式就可以 給你們看的比較清楚就是這一種就是 盡量就是留紫色 以上的核心 就是能留就留啦 如果沒辦法留的話就是藍色的勉強 可以 但是綠色以下的核心基本上就是 不用去理他 然後 有 開到紫色或者是 橙色的那個核心都要基本上都先暫時留下來 因為 他的套裝屬性是還不錯的 還不錯的 就是如果你有湊滿兩件 四件或六件 那這個兩件六件 兩件四件六件的意思就是 你要擺滿就是一樣的晶片 就比如說像這樣就是我 霍普龍嘛 我用霍普龍核心 然後我擺了六個霍普龍的晶片 不論他的那個品質啦 就是 你擺的像我這樣就是 五個橙色一個紫色 他一樣也是能觸發就是 所謂的六件的晶片 套裝的那個屬性 然後 對於你們 無課或微課玩家就是 自己去做抉擇啦 就是看你們有沒有想要去 就是 抽到這種 六件的套裝屬性還是 就是 嗯 你們想要用六個都是成裝啦 就是你們自己去比對就是 你們目前晶片的屬性 到底有沒有需要就是 湊到六件 如果沒有 不想要湊到六件就是想要 比如說可能有的人會想要 撐高他的重裝疾病的攻擊速度 那你就可以考慮看 就是可能要混搭啦 但是 我自己是還蠻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的核心有到成色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你去湊那個套裝屬性 會比較好一點 那 再來我們講嘛就是 可以晶片可以分三個嘛 那再來就是你看 這邊有 123456嘛 六種晶片為什麼我會說 這個可以分成三個 那首先第一種是核心嘛 然後第二種就是 所謂的給重裝疾病的晶片 那 重裝疾病的晶片就是 123就是左邊這三個 左邊這三個你可以看到很明顯他的屬性 全部都是給重裝疾病的 你可以看到123嘛 他們全部屬性都是給重裝疾病的 然後 456的話則是給你的部隊的 就是你的軍種 就空入海空 然後甚至是 最好的話就是全部的單位啦 就全部軍種 你可以看到就是 456嘛 全部都是給兵種的 加成他的隨機屬性的部分 然後基礎屬性的部分的話幾乎就是固定的啦 就是 每一格的位置他給的基礎屬性都是固定的 然後 我們的123也是一樣 所以 就可以很簡單分成 核心 左邊是重裝疾病 然後 右邊都是 軍種 就是你的部隊 然後 以優先順序的話 我會覺得核心跟重裝疾病的 這種晶片會比較優先啦 然後像這種軍種的到大後期再來慢慢弄就可以了 那其中的原因是因為 以遊戲前期來講的話 我們的 右邊的123會出一個很重要的屬性 就是重裝疾病的攻擊速度 那為什麼會說這個屬性非常重要 以遊戲前期來講大家都是 呃 開放這個應該都已經大家 應該都已經 新伺服器應該都有差不多快一年的時間 我不太確定 但是應該都有一年的時間 然後有一年的時間 可能 還蠻多人都已經 融到所謂的高速開火石 那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的重裝疾病有多這個攻擊速度的話 以遊戲前期來講 能先開火 能先攻擊的玩家 通常他的勝率會比較高一點點 通常會比較高一點點 就是先出手 會比較好 但是以遊戲後期來講就不一定 甚至有的流派 沒有那麼吃攻擊速度 但是以新伺服器來講的話 攻擊速度這個屬性是真的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 所以 以新伺服來講 通常會建議你們 就是看有沒有辦法 就是 用到1到3這邊 就是用到兩個有攻擊速度的 晶片 那 攻擊速度的晶片的話 那 因為我們遊戲初期都很 不是所有人都有辦法用到 就是全部都橙色或者是紫色啦 所以 有時候如果你刷到的晶片是藍色的 藍色的 但是他有所謂的攻擊速度 那這個藍色的攻擊速度 我會蠻建議 你可以去把它給留下來 因為就是讓你前期 就稍微頂著用啦 稍微頂著用 但是 這個藍色的遲早是要去做替換的 但是 如果他有攻擊速度的話 就可以稍微留一下 等到你後續有更好的晶片來 取代這樣 那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晶片 其實還有一些東西可以聊的部分是 基本上啦 隨機屬性 核心的部分的話 就是真的就是完全隨機啦 除非你後面有 去弄超頻 不然的話就是 在低階的超頻 跟那個一般開的寶箱 基本上 這個核心的屬性 就真的都是隨機 你要一直到高級超頻 或者是更高級的那個 紅色的那個超頻 才有辦法就是 自己選屬性 那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提的 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核心開出來 你可以發現到 他有的時候 只有兩條的那個隨機屬性 或者是三條 然後有的好一點的 甚至是四條 但是 會有四條屬性的 都是紫色跟橙色啦 然後藍色的最多 就是只有到三條而已 然後 呃 這個紫色的那個 就是有這種四條屬性的 跟這種兩條屬性的差別在哪裡 呃 這種只有兩條的好處是說 你可以繼續去賭 看有沒有所謂的攻擊速度 就比如說像這個克力師劍 就是他升級就是 每五等會 升級一次 然後但是如果你是沒有滿到四條的磁條的話 他是直接幫你升級 他是直接幫你多一個隨機屬性啦 就是直到你有就是 四條磁條為止 所以 如果我今天 我自己隨機屬性只有兩個磁條的話 我要到十等 十等之後才會開始增加其他的隨機屬性 那但是如果我今天我的磁條一開始就是四條的話 就比如說像我現在這個克力師劍的話 那他的升級就會變成說就是 直接升級我們的隨機屬性啦 所以 呃 四條的跟兩條的有好有壞 然後 以遊戲初期我認為最好的就是 呃你的 十條有到四條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重裝機兵的攻擊速度 那如果你有拿到這一種 晶片的話 那基本上那個晶片我通常會建議你留著 因為這個晶片幾乎就是最完美的狀態 就是你還有機會 因為去 因為他每到 每升五等就會升級一次嘛 一直到二十五等 所以他總共會有五次升級機會 那你有四條嘛 那你就有機會就是 就是這五次至少 看有沒有機會就是讓你的那個攻擊速度 再更高一點 那你可能就是其他的部分 假設說你今天是一一有那個攻擊速度 那你二三就看你要不要就是去弄就是 就是所謂的防禦能力啊 減免傷害或傷害加升這樣 就是讓你機兵本身的屬性再更高一點 就不用那麼堅持要去弄那個 就是所謂的我們的那個 攻擊速度啦 但是這個其實對於剛開放或者是 新手玩家 這個東西真的就是很隨機啦 很隨機 所以 就是看個人的判斷啦 然後以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在練我的那個 無刻分身的時候 基本上 核心我會留下來 核心我會留下來 然後如果 就是大概情況會像這樣啊 就是 有核心的部分我都會留下來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這種 就以克力事件為例的話 在還沒有抽到所謂的攻擊速度以前 其實我這個只會留核心 然後其他的那個 橙色的晶片都會拿去超頻 然後等一下我就會稍微的來講超頻是什麼東西 然後 以遊戲初期就是盡量 以留有攻擊速度的為優先這樣啊 我自己 自己是這樣 然後 以有攻擊速度為優先這樣啊 像我自己自己的本尊 一開始有攻擊速度的是霍普龍 所以 我一開始 在練 所謂的重裝機兵的晶片的時候 都是以霍普龍為主 然後 一直到 後來 比較後期的時候 我才開始去練我的其他的晶片這樣 就是 我現在 已經改用成羅恩戴爾的匕首 就是已經是很後期的 然後前期因為 大家的資源都不夠 然後你不課金的話 真的沒有其他的取得途徑了 就是除非你有多參與活動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就是 看運氣 看運氣 然後就是 有攻擊速度的就先頂著 然後 再慢慢的去汰換這樣 然後 沒有抽到 沒有抽到攻擊速度的那個 核心的晶片我只會留核心 就是沒有 就是他整個套組 如果之後 就是都沒有抽到攻擊速度的話 我就會只留核心 然後 其他的東西我都會全部 拿去做所謂的超頻 那我們就是來看一下所謂的超頻 然後 超頻的部分的話 會在超值活動這邊 然後像這種的 第一次的晶片超頻 他出來的東西會是 就是存隨機的 就是 完全的隨機 然後你要一直到 所謂的 高級超頻 就是 這邊的超頻 會變成這種 紫色的超頻晶片 然後你再累積四個 紫色的超頻晶片 就會變成所謂的 高級晶片超頻 到這個時候 你就會開始選自己 想要的部位 然後 應該說想要的類型 想要的部位 然後 想要的屬性 但是屬性還是有一點點就是 隨機的 面向在 就是不一定 不一定會是你要的 但是其實機率已經高很多了 然後我們 無維克玩家其實 大部分 最多就只會碰到 高級超頻 就是這個頂級 只有大課長玩得到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不用看 但是其實頂級超頻 他給的屬性是最好的 就是自選套裝部位 然後還有就是 還有全部屬性軍種的類型 跟兩條具體的屬性 那以上就是我這次 那個機兵的模組 跟晶片的內容 然後 呃 再提醒一次 就是 所謂的那個 晶片的部分 對於無維克 或新手玩家的話 初期還是以 能取的攻擊速度為優先 然後後期 再來慢慢的去做替換 然後至少要有一條攻擊速度的磁條 至少要有一條 至少要有一條 然後 至於你想不想去湊那個 所謂晶片的套裝屬性 就是自己去評估 就是 你在四件或六件的時候 你在六件的時候 會有那個所謂的 攻擊或者生命價100%嗎 你自己去對比你的 晶片 就是他所給的屬性 到底有沒有 值得你去 用這個套裝屬性 就是你在自己去評估 然後 再來的話 你要比較容易去取得這個 模組啊 跟所謂的晶片 就是多多參與活動嘛 然後 其實還有一些例行活動 比如說 那個 像是有一個就是 像九宮葛的那個晶片 大洗牌那個活動 其實 你可以把它給 就是 這個活動基本上就是 可以讓你每 取得 每天就是可以取得一個 算是晶片啊 然後 有機會是可以 賭到 橙色的晶片 因為我自己有抽過一次 但是 也就那一次 也就那一次 所以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 還是有機會抽到紫色的晶片 就是自己 因為他 只能讓你免費抽一次嘛 那你後續就要自己去放棄 所以就是 就是你抽完之後就放棄 等於是你每天都可以獲得一個晶片啊 然後 還有一個 算是小迷信 就是 玩家們有流傳一個東西 就是說 你只要累積夠多的箱子 就是箱子夠多的時候再去開啟 你能夠取得 機兵模組的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 這個東西我沒有辦法跟你確定是不是 不是 因為 我自己雖然有一次啦 就是 累積到比較多的那個 終極箱然後再去開 有開到兩個機兵模組 但是 那也是特例啦 就只有那一次 就只有那一次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們保分 百分之百確定說 累積多一點再開 比較容易取得 但是這個是 算是 口袋奇兵老玩家的一個迷信啊 就是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 箱子盡量就是 累積多一點再去開 看會不會比較容易取得 所謂的模組 那 以上就是我這次影片全部內容 那如果你覺得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也歡迎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然後如果你還有哪一些東西 不太理解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區就是在留言 然後留下你的問題問我 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就是在回答你這樣 那我們就是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等一下 我